主席 主席 各位同仁,我們江部長以及內政部的各位官員 主席,有請移民署署長 我們有請移民署的謝署長 委員好 署長好 署長 一個早上的詢答 很多委員都提到 這個中國人士來台自流 利用非合法掩護非法這樣的情形 我不曉得署長你的感想是怎麼樣 我想還是一貫的原則 我們對於這些非法的 只要我們發現了有人檢舉 或者我們任何方面得到訊息 我們一定主動去查 那至於說事先的話 有些審查的機制 我們也經過這次的個案之後 我們覺得有些部分還需要做一些調整 署長 當然 違法的部分 你職責所在 你不查也不行啊 不查你就代物職所了 但是有關法的部分 至於這個法是不是擬定的過程 是不是有任何的瑕疵爭議 這個由立法院來檢討 但是你們是執行單位 至少就目前的法律 你嚴格執行是你責務旁貸的 是是是 你執行的不利 做的不夠徹底 就是移民署的責任 報委員 但是有些訊息也可能 會不會有些有點紊亂 譬如說剛才我們也提到了 譬如說他到底加班的時間 像我們去的 之前當然也有可能有一些個案 但是至少以我們去的 我們看到他的一些露出的紀錄 我們會去核對 我們並沒有聽到說 沒有看到資料說有加班那麼晚 也沒有假日去上班 而且研習的時候 旁邊的確也有一個人在 他做完的成品也必須給他們看 如果就這些來看的話 我就不曉得是不是 各方的訊息會有一點 你不要懷疑各方的訊息 有太多太多的事實 署長執行的不是你啦 你是主管官署的 你底下的人出了問題 我告訴你 我現在講我的心聲 講台灣很多老公的心聲 告訴你 昨天破獲一個共諜案 那我在想 這個共諜犧牲了國家的權利 他將來面對的 不曉得是不是會死刑或者無期徒刑 但是你們不斷地在縱容中國 然後犧牲國人的權利 這個老實講 跟共諜一樣 你很多的政策裡面 從擬定開始 當然我們選輸了我們不敢講 你這個政府 執政了是不是有真正用心 來保護到我們台灣 保護到台灣的勞工 保護到台灣這一塊土地 你在擬定的過程中 就預留了很多的陷阱 預留很多的後路可以走 講實在話 你就現有的法律 除了你們執行不利 是一個最大的因素之外 另外法律也不足 法律規章 是定了等於白定啦 講三個月 三個月有什麼用 三個月又可以延一個月 等四個月 你就是中國勞工來這邊上班 他三個月總是要回去中國 看一趟蹊蹺吧 對不對 台灣的勞工去中國上班 一樣他一個月兩個月要回來一趟 這個定這個三個月 然後可以延一個月 這個等於白定 這個定了一點意義都沒有 所以這個是官署在放水 是內政部在放水 我想關於這個指責太沉重了 事實上我們真的都有 按照那些機制來運作 包括像延期 譬如說以這次這個個案 這個是一個延期 延期的個案 他就是要經過這樣的一個機制來審查 那我們也根據 譬如說在這個到底是不是延期 說實在這個不是移民署的專業 我告訴你啦 所以就會有專業的出審 你剛才整個 每一個個案都有專業的出審 好我知道 但是我現在要指責你們 是你們的查查的過程中 該嚴的不嚴 不該嚴的你們卻很嚴 像這個對陸勞 非法打工 這個會犧牲到台灣人的權益 而且會大家會 學習觀摩耶 不是大陸人士來這邊學習觀摩 是很多高科技廠商他會學習觀摩 哪一條路最好走 哪一條這個法律有漏洞 他們一家一家都這樣的時候 那台灣這些勞工 這些年輕人怎麼辦 所以我想 這個不是對你的指責沉重 是你們如果沒有法官好 真的是對不起國人 你們講實在不是很沉重 你們是比共諜還可惡 共諜現在還沒有什麼戰爭 你泄落一些名單 我覺得這個你應該講法 比沉重還更沉重 我覺得 你沉重 一點都不沉重 我要指責你在犧牲台灣人的權益 犧牲這些年輕人的權益 從法令一開始定的時候 你們就鬆綁 然後鬆綁不要緊 還定了很多的 留在很多後路可以走的地方 你譬如說 好三個月 不得超過三個月 我請問你 哪一個人去國 在大陸上班的 沒有三個月回來一次 好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們規定也不能領薪 那這些薪水他不在台灣領 他在中國 他們這些廠商在中國 都一樣有工廠的 他如果在那邊領你也管不到他 這個有用嗎 定了等於白定 那加上你現在又執行不力 那台灣的勞工 台灣的這些年輕人 就只有等死啊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跨部會的這個機制在查查 包括我們剛才講的 有投審會 有勞委會 還有我們 還有陸委會 會一起 你們如果認為 你很認真去查 那麼法令規章不足的地方 那是立法院的責任 那是我們應該要修法 來遏止 你像現在 我講給你聽 你現在 當然啦 就是要 我們本國的公司 邀請 大陸人士 他才可以用專業來 來台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連網路上都可以買到 這些仲介公司 旅行社在賣這些邀請 蛤 你透過他們 他們就會 出去公司的邀請函 法委員這些案子過去我們都查到過 網路上現在都有啊 你們查到你辦了幾個啊 對不對 我沒有看到你們對這些 就像剛才講的這個 我們用一個我們的說法叫拒見率啊 其實專業跟商務 我們多的時候 成一個月大概拒絕的是 百分之十九點多 換句話說是將近五分之一 其實我們是不準的 並不是說每一件都準 這些人士來台 除了他專法力漏洞來台 在工廠打工是一回事 萬一流到這些工廠以外的事 還有 女性的賣淫的 這個所在都有 我相信移民署 你們查到的 從你們查到的 你要去分析 說這些查到 他們是用什麼方式進來 用什麼管道 然後他後面的集團是誰 主謀是誰 你們要一併 一併的把它處理掉 這樣才能夠把它杜絕啊 是的 這些部分其實我們都在查 但是這些資料 我就很希望說 你就這些查的資料 然後這個 所謀是誰 主導的是誰 你是不是可以給我們一份 沒有問題 那我希望你在最短時間內 把這個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那麼如果有關於這個 這個法律規定不足的 我們希望說 內政部 必須基於保護台灣勞工的一個立場 拿出修 這個修法 而且修的必須合 合於這個實務上的 而不是留太多的後路給人家走 這個在 今年度的四月份的時候 今年度的四月份的時候 那時候賴清德委員就曾提過啊 很多有這樣的情形啊 假借考察的民意 假借專業人士的民意 哪一台 他講得很清楚呢 那時候就有數據了 你看現在十月了 十月就講 你們說沒有 而且說影響不大 移民署 給人家答覆說影響不會很大 那你認為現在大不大 其實每個個案 我們都是看 申請的機關到底是誰 準備要來的人是誰 他要來的目的是做什麼 我們會把這幾個環環相扣 去中和在一起去 才做一個審查 其實每個個案 大概都有經過這樣的一個流程 所以請委員放心啊 好 我們 我們是放心不下 因為整個台灣現在的警戒 你要知道這些年輕人 很多人 內政部長還一番美意 要為台灣增加生育率 你知道他們 他們不是不想結婚啊 是不敢結婚啊 結了婚 也不是不想生小孩 是不敢生啊 養不起你知道嗎 那你這些 就業的環境 你要跟他改善啊 給他能夠有養家糊口 有養太太 有養兒子的一個機會 我們要創造給他 現在不是 你們要反過來犧牲到他們的權利了 叫他們怎麼結婚 怎麼生小孩 那你看 我看到所有內政部的報告 這個你看 對這個評估影響 都說對 對這個人民經濟的支出 這個負擔有限 然後這個影響都有限 這些我實在看不下去 我真的看不下去 如果你們的這些影響評估是對的話 今天不會那麼多委員指責你們 今天不會造成失業率那麼高 我想你要反過來應該是個案 這個案 這個怎麼是個案 個案大家會去相互相觀摩學習的 你個案是這樣 就會很多很多個案出來 所以就是因為這個個案開始 我們要開始檢討相關的規定 現在已經不是個案了 是通案 很多人這樣 大家都會去 每一個廠商 他都找他最有利的地方 而且很多人 這個 講實在話 很多人是犧牲台灣人 是在 這個賣國求榮 都跟中國在打交道 然後 不斷的 給中國 提供一些利盜 這個是犧牲台灣人 所以我說這個 比共貸更可惡 其實兩岸交流帶來的 正面的利益應該也很多 但是我們一定要把負面利益 這算正面的嗎 要減少到 所以我說如果有負面 我們必須把負面的降到最低 當然要有正面的 但是這個是正面的嗎 這樣子會正面的嗎 如果他是假沿襲之民 來行工作之實的話 我相信這當然是一個負面的 所以我們要把負面的 把它查清楚 去杜絕不會有後面類似的情形 我們才可以朝更正面的效益 發揮出來 從4月份 這個我找了這個報道 這個是4月13號 4月份講到現在了 你查到了什麼 你如果有查到 你現在拿給我 我們查到了蠻多的個案 個案 我說你要分析 你要去了解 背後的這個 主謀 然後它的動機是什麼 這對國家帶來多大的影響 但是你們的報告裡面都說影響不大 我要會後 我要把會後把資料給你 你提供給我參考 但是我現在 法律還沒修的地方 還不足的地方 我希望你們執行一定要重演 在這一部分沒有這個空間 沒有模糊的空間 真的為了台灣 為了我們的年輕人 他們能夠充分就業 你這個就嚴格的要把關 好的 謝謝 謝謝 繼續我們請 馬文君 馬文君 馬文君委員不在 侯彩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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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不在 鄭如芬 鄭如芬 委員不在 那個張慶忠委員呢 因為是本委員會的委員 那麼他要求